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 上海已经跻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列 沿黄浦江而建 这个思想超前的大都市 现在已经处于工业 商业和文化的最前沿 上海拥有超过2300万的居民 现在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指数增长 已经超过了原本历史核心城市的指数增长 它周围各个卫星城市也同步发展 逐渐形成了大上海地区 坐落在黄浦江和外环高速的中间 这个有战略意义的工程地点 作为一扇新的大门 对于这个城市前线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SWA所展现的前程五元规划 抓住上海的特点 作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城市 形成了独特的国际化象征 每一个公园或区 都能反映这个城市文化的独特方面 受韩国首尔鲜游岛公园的启发 生态区将会连接到黄浦江 让公园游客更加亲近这个地区的河流生态 该公园将作为一个天然的污水净化设施 由经过挑选的植物种类 从河水中吸收污染物 过滤后的水被引导流入一个休闲湖 艺术园将以雕塑公园为特征 由各个主题公园为50个国际艺术雕塑 提供独特的雕塑底座 潮汐公园、地质公园、抽象艺术公园和媒体广场的设计 都能展现今天当代艺术所表达的多媒体趋势 人们在景观码头和600米长的Z型步道 可以尽享黄浦江和城市天际县的美景 从艺术区到市政区的顺畅过渡 是市政厅综合体的形象展现 其中包括市长的接待厅、表演艺术中心、市民广场、零售和餐饮 人行双桥勾勒出一望无边的湖面 湖上有人划船、有烟火、还有水上表演 借助SWA上海古北步行街项目 市政公园将提供多样化的场地和周围的运动区和商业区相对应 居民区设有低强度运动场、娱乐场、野餐区和社区花园 在这里每个家庭可以享受运动、烧烤、树立长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 最后青年区为下一代创造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氛围 平流沙石过滤器将灌溉水引入大湖中 受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谢尔比农场公园灵感启发 青年区将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教育项目 这五个区由一系列的通道连接贯穿整块场地 每一块场地的设计都基于可持续发展 并能代表上海活力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作为一个建立在水路交叉点 过去和现在重叠 东方与西方思想融合的城市 上海已成为亲身世界大国之邻的中国发展的驱动力 前程充分展示了上海作为通向世界的门户 在深深植根于自己身份的同时 进行横幅发展的大都市动态特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